这次这个人事投票 当然相对来讲还算是单纯一点 国民党52席加上无党的两席 高金素媒当然昨天脸书当中已经明确表态 而且他的各方面的这个理想 对中共大陆态度也跟国民党比较接近 那陈超明当然因为身上有官司 那国民党这52席是不是在未来的法案合作上 也都能够全数服从党义呢 大家可能也都要打一个问号 那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些其他的动态 包括1月21号 柯文哲举行了个小草见面会 小草见面会 然后沈富雄就说 因为当天好像来了1000多人 他说柯文哲的做法很快的露线 这个活动当中最不应该做的事 就是开放的问答时间 只让议员问 只有议员能问 其他通通不能问 一个党要演戏演到这个程度 这党也是太没有自信了 所以当然这个柯文哲 选前一套 这个选后一套 对不对 然后这个赖清德 大家知道他其实某种政治洁癖还蛮严重 他说什么 在立法院12年 他没有应酬过 连卡拉OK都没有去过 我先问他两个真的哦 真的 真的哦 他卡拉OK 所以唱歌非常难听 他饭局也都不去哦 不是啦 他讲的应酬是晚上那种 哦是哦 所以他提醒新科立委 按照赖势标准 那下次就没有人要选了 就不精彩了 好然后一个就当然就是这个 艰华的柯建民嘛 但人家确实也很厉害 很厉害 对不对 真的很厉害 在立法院你除了要有理念 要团结之外 议事规则 议事技巧非常的重要 否则常会这个闷声吃亏 韩国瑜角逐国会龙头 受制于中共的可能性很高 到那时候 这个哪个国家访问 中共可能都要下指导期 大选已经结束了 立法院长也要拉这个抗中梗吗 网友翻译 你们不保送民进党 我就会拦略合作 网友说笑死 保送你侨王这边有比较好吗 还有柯总招 亲自奉上的芒果干来喽 绿共又在卖芒果干 现在韩国瑜 中共同路人 然后韩国瑜以前 跟这个柯文哲的关系相当不错 所以大选的时候 都没有口出恶言 这个柯文哲也算是 韩国瑜的贵人了 但是近周刊的报道说 韩国瑜选前 在桃园造势场合当中 讲过一句话 对不对 因为之前也有些人怀疑 他跟柯文哲之间 是不是还有暗通款曲 所以他说空气箱很热闹 但不会赢 这我们今天的造句 大家要跟上 他呼吁挺客的韩粉 回归支持侯友宜 但这些话 现在选后 据说柯文哲很在意 因为柯文哲认为 自己常说韩国瑜是好朋友 觉得两个人的关系 应该是各选各的 不用互相伤害 没想到最后关头 会被这样公开针对 我先要李将军讲一下 因为李将军是大韩粉 也相当大的一个代表性 你怎么看待 之前大家都说 韩国瑜没有问题 90%就是他 现在一路过来 好像处于危险边缘 确实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 这个东西 其实国民党不必去思考太多了 你如果充满太多的算计来讲的话 你就考验老百姓的智慧 其实老百姓智慧都看得很清楚 刚刚亮哥讲得很明白 对不对 你民众党 我现在觉得民众党 其实你应该回归于正途 就是你的上策 你就选自己 自己推出候选人来 倒不见得说一定要跟谁合作 那代表你自己独立的这个 你有自己独立的一个走 自己要走的路 对你下次的选举才会有利嘛 你这次如果说你最糟糕的就是你蓝白分 蓝绿分 你分开选举 其实让老百姓让这些年轻人心态上面觉得说 你就是一些这种心机算计充满了其中 当初大家会看上你柯文哲是觉得说 你比较单纯 你是白色 对没有什么心机没有什么算计 那现在反而最有心机最有算计的是你柯文哲 如果说是这样做的话 那年轻人会不会你下次选举来讲 年轻人根本就不支持 觉得你根本还是 你根本就是政客一个 对不但是政客 而且政客中的政客 人家蓝的绿的还有各有立场 你根本一点立场都没有 你是政客中的政客 对我觉得如果说是你真的是 这个院长副院长你分别投票来讲的话 你就是百分之百的政客中的政客 充满了心机跟算计在里面 那我个人认为说是 有关于总召的选举来讲的话 就是开放投票 我觉得说平常一讲我觉得 这个水清无余啦 如果说真的是太过于说什么 重点是要对付老科嘛 什么谋略啊 什么算计啊 什么都没有来讲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君子 院长是一个比较指标性的人物 我们希望选出一个就是干净清白 而且有号召力的人物 但是总召这种角色 他扮演的就是 你要怎么样去安排 去谋略去 所以我们讲谋略战 心理战 情报战 你整个要同一用上 那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相信他们国民党 这些立委来讲的话 应该很清楚谁适合来担任这种角色 但是我特别要提醒你一点 这次来讲国民党是少数 危险的少数 你并没有多数 由这次来讲的话 院长选举我们就看得出来 对你既然是危险的少数来讲的话 你更应该坚持走正道走正路 你如果说这个时候也跟着在那边 民众党在那边算计来讲的话 那我不否认一件事情 如果说民众党今天 他们个人厉害一定是跟党的厉害 能不能够结合在一起 就是我个人厉害 我只有两年任期 两年之后我要怎么样安排我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些 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亮票 或者假信的投票 或者是说故意说 他都是在为个人着想 每一个立委包括蓝绿或者白 都是在替自己着想 白是在想什么 两年之后我要安排什么位置 对不对 那我今天要投什么样的票 我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位置 今天我们不可会言 就是绿的资源确实是比较多 因为他有阁员有部会首长 甚至还有国营事业 给这些位置留给这些绿的 来给他们做安排 那他们这些人会不会讲说 我两年之后 如果说我不能再当立委了 我要交班 那我要去做什么工作 我觉得人性都是如此 都是替自己打算的 那你今天回归于现实面来讲的话 这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了 对你不能说太理想化 理想化就是说我们都有理性 但你觉得呢 当然韩国瑜这个角色 这次他是主动出招 主动宣布 他宣布之后 包括什么王宏威 据说什么党中央 通通不知道 所以一片寂寞 当然后来 后来这个说明会 是全部都讲好 大家这个团结 所以那时候感觉像 声势回来 好像这个满血回归 这个港媒也说 他现在怎么讲 后世可期 回魂会再起 韩国瑜会再起 那如果呢按照现在的态势 如果这个民众党 又倒回去了 来个绿白河 不管怎样 政治就是现实的 那你觉得韩国瑜在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觉得 如果说他下一步来讲 我觉得他可能 声势会更大 因为这是 我们看到他就是那种 屡败屡战 对不对 其实也有人觉得 他不是屡战屡败 他是屡败屡战 说他去当院长 好像有点可惜 对不对 大家想看到的是 他在立法院的战力 没有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他当院长 那时候想要当副总统 我觉得反而绝对不好 副总统反而是吴森 深宫越南在那边 对不对 他如果当立法院院长 我相信他会扮演好 他的角色 他在那边可能会 整个立法院会带动很活泼 我们就每天看到 立法院的新闻不断 京剧 对每天京剧不断 对馒头配豆腐乳 什么东西都来了 我觉得反而立法院 会主导到整个 确实会产生制衡民进党的一种力量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